挺好 我觉得抠骂一直以来就有一个风格 就是抠骂不是那种会信邪的人 不对 应该说抠骂不是那种不信邪的人 对 抠骂是那种就是我 不行我就搬了 我不会说一直放给你 我在哪吃了亏 你从S3最早你就能感觉到S3抠骂一直搬你 就是那个他必然 你就他不会说我试一下 你这个发挥好我试一下 不会 这个对方明显是要组一个偏poke的阵容 因为毕竟有左翼这个英雄已经选出来了 那给里哥先把杀黄拿了 没什么问题 不好说 就他可能也 他可能就觉得船长也好 但我是觉得杰斯是这局 可能真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在征求教练的同意 小眼神试探一下 哇 真锁了 这个好像是抠骂过来还跟他 额外的聊了一下 闪现潮 牛头这边顶开 但是Ghost还是教了自己的闪现 这样的话对于Ghost来说 下一波就比较艰难了 哦 这波是要让里哥交替越他 但是兵线好像看到了这个举动 而且里哥的回程被打断了 那这波感觉 要胎死腹中了 拍了一下小龙拉出来 还是要打 下路线推过去但中路线是亏限的 所以说现在这波感觉不太好打 拉开了 而且船长现在领先一个大招 如果硬打起来 对于T1来说这波不能打 而DK也是很聪明 都说也来了也来了 呃 来得点晚 位置会不会T1先站住 而且那已经变大了 这波感觉 从上帝视角来说 DK是只能放的 但是不排除 DK这边想要靠着左翼有救赎 硬抢一手试试 左翼有救赎 救赎扎完又捡了一个勇双 正面过来炒 只炒了个老牛老牛只有武器打了一条老牛说 那一个大招把南枪拍到了墙上 老牛搭配Q伞击飞两个南枪给一个大招之后 卡莎直接进场 传统的大招拿到医血 卡莎被推开之后 李哥跟沙米拉只能往回跑 最后是换掉了一手卡莎 但是整体的团战上 DK还是赢了下来 哇 这波左翼的这个旧熟家 泳霜剪得太舒服了 起到的帮助并不是很大 这位置感觉 收内科有点危险 但是后背牛头不来了 还好有牛头可以帮忙 救一下架 牛头回身一个二连 敲铃铛 自己有一个像猛声跑的飞快 卡莎也赶到正面 我来看一下刚才这波 是怎么回事 索一这个救赎 撒完之后 踢完过来开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对面牛头的这个WQ伞 我的妈呀 配合了南枪一个大 大了四个人 虽然回推过来 Ghost的位置接近死角 被换掉了 但是瞎五先锋 还是只能落入DK的囊中 就是船长领先一个大招的情况 光价DK这边正面更有一分信心啊 龙这边刷了 龙坑后面是有一个视野 不过船长这边是没有传送 这两个人好嚣张啊 这个野斧 取秀过来 这个没有Q到人 龙的选择已经很低了 看有可能要大招抢一下 没有机会 牛头进来二连 连的是沙米拉 沙米拉W这边开一下 船长大招放得很一般 没有大到正面 反而是正面 Barry要被打出闪现了 隔墙一个斧子 Barry一丝血 家里要大下来 并没有打出人员的击杀 这个汉子哥 大招感觉好一般啊 棒的 现在打团 这个沙米拉 能不能够带来经纪 上路想过来 跃喀娜 第二条先锋也在手里 没有人能救喀娜 喀娜一个异技能 拉开身位之后 大招推 没有推到堪永 但这个时候 Keria来救驾了 卡莎的W应该也没有命中 那儿变大了 中路的话 招先锋先拿这个伊塔 牛头这边被戳了几下 正面的话 飞行拉到了 小礼部 小礼部这边的血量还行吗 毕竟一会可以 哎 这一步偷了一套 小礼部点燃 挂上来 把小礼部的不朽顿攻给出发了 那这不打不了了 哎 但是李哥这位置 哎呀 回回 卡莎 想交R呢 这样可能要合场闪现了 这波卡莎第一时间没有交闪 而是选择交这个猎手本能 去躲进军之墙 但毕竟 上一把也是正好一波团战 直接让飞位起飞了 来看一下刚才上路 这波对那儿的一个追击 空大 哎呦 这战缘地等你推大 好帅 我都差点以为是一个定格画面了 现在顿公加收集者 也是捏在手上 二连提了奥拉夫 但这个位置 阿拉夫反身这些追牛 牛这边是有闪的 侧面减速到的南枪还在追牛 可是卡莎就在塔下 这位置过来推边气泡 没有射到人下楼 一打一打起来之后 汉子哥这位置吃完了不久 都会被推到墙上 纳尔这边打不了运动 还在跟吃局的解断 纳尔人家打不过去 伤害不太足 被打了一个爆炸桶 之后完成单杀 哦 这就是十楼的船长吗 但是纳尔这边阵亡 上路这里 提完也只能往后撤了 看下刚才下面是怎么打起来的 是纳尔率先发难 先上来打个三环 吃了一个炸弹 其实这波他还是有走的机会 他想一躲这桶 但是没躲到 这桶躲掉 感觉都打不过呀 其实 这船长这个不朽顿弓触发 你纳尔没有伤害 能够把这个不朽顿弓 所提供的额外的吸血 给压下去 又想逼龙 不给这个船长发育的机会了 直接打 直接打 有视野看到了 蓝色也看到了 草筒里藏了一个家里 要睡到了 奥拉夫 奥拉夫这位置还在柄 大招没开 但是龙眼看是打不下去了 许秀这边隔墙 一个飞行车偷到了 里哥身上 里哥直接被偷残 那下面船长 可以心无旁骛的把二塔带掉 而且这个隔墙的税 直接是被封炫给吸收掉了 闪现 好 这位置伤害够吗 直接是减了闪现 加自己的闪现 感觉你闪现开走 一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加留 也没有办法再多留一下了 伤害不够啊 刚才这波还想打龙 因为知道 说那事状态不好 这是明打明打 但是这波打起了 奥拉夫的血呢 也很不好 堪用已经来到了正面 崔眉秀号的位置比较好 直接封住了龙虎的口子 这位置 Kira顶在外面 这龙想强行打 那儿怒气很好 跳人想找 男性挺进不快者 直接挺进空了 许秀抢到了这个龙 他身上有个 捡来的蓝层剑 那这波队 提完来 感觉是不可接受的 小李不进场 直接出发 不准追攻 另一半 就虽然看出 吸不到人 穿着一个桶子 炸死了两个人 拉到三杀 追击的路上 打了一个折反 这边最后还是用 闪现过墙 先逃掉了 千算万算 没算到 showmaker的切法 巧手 有个蓝层剑 男枪给隔断在外面了 但是许秀捡到的 这个蓝层 直接立了攻 210滴血 奥拉夫没有交出层剑 而且正面的位置 看哪也没有起到 一个好的效果 正面一推 直接推空了 达米拉虽然 转出了大招 但是船长的桶子一炸 直接就把人头给收掉 最后只剩下 Faker身上 还有一个闪现 可以逃命 打出下一把呀 这一把就没了 这种你磨叽感觉 没什么用啊 正面船长 直接大招 清线加耗血 老牛来了 闪现二连 直接留了两个C位 李哥一个大招 推完自己开了 一个中下 中下结束之后 直接被男枪大招 加上 许秀的Q技能带走 男枪这边在转上 那转上一个大招 只拍到了收梅克 收梅克交出这个闪现 之后正面加点要坐进去 没有人能够提供 有效的伤害 牛头被击杀之后 开启炼狱扳机的沙米拉 这被卡莎给换掉 双方打出一波二换二 男枪这边站在正面 在顶 哇 隔墙 收梅克又是一发飞行 直接拉死了Kiri 看到虽然交一技能过强 但男枪还在追他 而且兵分三路 收梅克这边是在找 初音机端竟然是睡到了奥拉夫 那这样再一发飞行 直接宣判奥拉夫的死刑 只剩下一个Kana 三个人过来包夹 还有不朽顿弓啊 看他看到这个不朽顿弓 也知道自己完全没有操作的空间 汉子哥再下一程 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完成超神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数据面板 这波汉子哥的一个大招 实际上T1有点进退两单 这个角度封就非常好 然后就是Burial的一个二连 本来就缺少输出的阵型 在里哥阵亡之后 这个阵容更是 没有什么持续伤害了 虽然拼尽全力换掉了对方的AD 但是在残局当中 这三个人也只能面临单方面的被追击 卡米拉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输出的同时也是在被输出 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进去之后就没了 看到加里奥了 加里奥这边杜朗互顿开着底 交一部分伤害二连又连到了 卡米拉 卡米拉直接交闪拉开 放在这边正面给到大招 一个二连筒 被纳尔一等给跳开 两边隔着中路相望 那现在卡米拉的状态并不好 但是大龙已经在被摸了 大龙已经打到了将近三四千血 我感觉 这个龙现在快被打掉了 特别想找 汉子格闪剑推过了 汉子格有不久登公 不久登公收发之后 直接进场 汉子格被QR收掉了 那这边沙米拉也倒了 这边卡莎带进来 而且在直接击杀 而且侧面 里哥开完中央也要原地等死 那这样又是剩下三个 这个手短杀害第一兄弟 直接陷入到被 当弯收割之势 那最终应该是不需要打大龙 就可以完成一波了 这波对于T1来讲也是 没有办法的尝试 因为如果你不去做开团的举动 对方就把大龙拿下来 形成一个平推的局势了 宁可主动出击找一波机会吧 但是这个时候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最终的经济差是达到了 一万二 这一把POG 弥决怎么说 汉子哥呀 我也是汉子哥呀 这感觉许秀虽然抢龙什么很秀 但那个大龙抢不抢 我觉得也就那样 但我觉得 但是汉子哥这把真的顶 我觉得可能 他们会给 秀妹子 那我们投给汉子哥嘛 对吧 这样双方是回到同一起跑线 1比1的比分 最终在第二局是凭借着 前期汉子哥船长的一个出色的发挥 船长一个人打了两万一的输出 先抢的奥拉夫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就全线被压制吧 当然就是汉子哥这手船长很漂亮 第十手的一个船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打团 对线 支援 都很到位 单代 包括团队的一个 在知道团长 船长这个单代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 对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